说到麒麟王里的凹娇 大家第一时间应该都会想到他时亮吧 表面上各种无视凹光 被地理却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 根本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表现啊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名角色 在凹娇这一方面也不逊色 他就是同样跟凹光有着各种爱恨纠缠 整天口是心非不肯暴露自己真正想法的 三谷有灰 哈喽大家好我是萌串 欢迎收看麒麟王人物之 没错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夜来中学围棋设的另一元大将三谷 三谷是阿光学校里的同学 也是跟他一同挑战海王中学的战友 他表面上骄傲之满且略带一点点孤僻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还会发现三谷在说话时总是会逃避对方的眼神 常常都低着头或是望向别处 在看似什么都无所谓的卫装下 内心却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 十分需要别人的肯定 这点跟我们的月子也是有一点点像 但跟自恋的月子不同的是 他的这些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而这名角色的形象与定位也是格外的鲜明 顶着一个橘黄色的Omega头 身穿着红色的衬衫加上吊带裤 整个人都显得时尚又帅气 等一下 为什么你上学可以穿红色的 加上一出场就因为奇力不俗 却仍然作弊的反差感 让他成为了前期的剧情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如果说阿亮跟河谷是阿光在职业骑士当中的好对手 好伙伴的话 那么三谷就是在野鱼的世界里跟阿光最要好的朋友 在阿光推出围棋色时三谷之所以那么生气 也是因为在他的心中是如此的重视阿光 而在阿光离开后 三谷跟金子的互动也是另一大看点 所以接下来 我打算跟大家一起好好地回顾一下 三谷这名角色的故事 喜欢三谷的朋友请千万不要错过 那么就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三谷出登场 是阿光跟童景正在寻找第三名社员的时候 从小民口中得知有一位同学答对了海报上的问题 接着放学后 阿光在拉面店听说附近的围棋会所 有一个奇力很强的国中生 于是在好奇心驱使之下找到了他 三谷当时正在跟大人进行一局一千日元的赌局 已经连胜了两局 但目前正处于下风的三谷正在犹豫要不要动手脚 虽然有着被发现的风险 但基于赚取零用钱的他 依然还是决定了用作弊的方式 来打败眼前这名大人 最后结果是联赢三局爽赚三千 超爽的 而刚好目睹了这一幕的左围也是十分的感触 希望阿光能把三谷拉回正轨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继续错下去 顺带一提 动画在这边的处理也是非常的细节 作为幽灵的左围 并没有受到环境的灯光所影响导致肤色改变 不过他身上还是有影子就是了 回到学校后 阿光问三谷为什么要作弊 而三谷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他要自己赚零用钱买想要的东西 所以对不能赚钱的围棋社完全没兴趣 但在阿光的软膜硬泡下 三谷还是勉为欺难地跟童井下了一局 只是面对着谨慎的童井而感到不耐烦的他 使出了一些小手段骗对方连下两指后 就超超的结束了对局 这样的行径也让他在童井的心中留下了极差的印象 放学后三谷再次去了围棋会所 这段剧情在漫画的番外片中有更详细的内心描写 我在这边就不重复一遍了 简单来说就是三谷平常都是赌个一千小转零用钱 但看到特价的随身厅还差一万元才够 道路会说又刚好有个吓得很差的大叔 所以心就雄起来了 殊不知自己才是那个歹宅的羔羊 吓了没多久后对面的大叔认真起来虐杀三谷 并且还作弊偷偷移动棋子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最后三谷以大笔书落败 吐出身上所有钱都还差二十元 无奈地向老板借签时才被大叔告知 这一切都是老板的安排 其实小时候看到这里会觉得三谷很可怜 跟阿光一样希望左维可以反过来教训这个面目可振的大叔 但现在再来看这段剧情 我认为这是三谷应得且必要的惩罚 在漫画中有提到 左维想出来的阻止办法 是在三谷出手的那一刻抓住他的手之类的 但这对善于狡辩的三谷来说肯定是没什么作用 真正让三谷认识到自己错了的 并不是左臂被抓到或是损失一万元 而是跟他非常亲近的老板居然安排了来教训他 或许是觉得自己没脸面对老板 三谷羞愧地逃跑后就不敢再回去了 其实这样的结果对于三谷来说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因为一时想歪而误入歧途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反错后被给予机会并纠正错误 老板也是因为把他当成孙子看待才会出手 但经历了这件事的三谷还不算得到了成长 他现在只是没地方去了 才会跟阿光参加围棋设 在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三谷其实没什么朋友 从他高傲自大的性格跟为人处事的方式就不难猜出 他不太擅长与人交流 所以独来独往的他最常去的地方就变成了满是导书的围棋会所 没了地方打发时间的三谷只好跟着阿光一起参加围棋设 但到了围棋设后三谷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各种逞强 看见通景后就说上次是他太笨了才会上当 阿光告诫他别再作弊了他也不老老实实地回答 反而说自己会的作弊手法还不仅如此 这些虚张声势真正是他缺乏自信的心理防卫 而且向来都跟大人们对局的三谷 根本就不把只是中学生的海王放在眼里 所以在听到同景说三谷根本赢不了海王后 渴望得到别人认同的三谷就答应参加大赛 到了大赛当天 三谷跟同景阿光这时候相处的还不算太融洽 他一开口就指出同景下挫的地方想展现自己的实力 却惹得同景恼羞成怒离开了座位 然后又拒绝了阿光下棋的邀请 整个围棋设现在就是一盘散沙 但在海王中学的人出现后就不一样了 自傲的三谷看到他们后 就立刻开口抢对方说上次输给了夜来中学 但海王的日高学姐也不是省油的灯 直接反抢说三谷是因为战术考量 才会安排在主将的位置 极度不爽的三谷正准备要反驳之时 我们的好学长同景却强先一步谈护三谷说 他是货真价实的主将 三谷从没想过讨厌自己的同景居然会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感受到被认可的他态度也从这时开始慢慢的软化 而面对彬彬有礼的案本过来打招呼时 三谷也认真了起来希望与对方来一场精进全力的对决 但后来发现对方竟然只是在讲客套话 让非常在意别人看法的三谷十分的生气 并且拜托同景一定要获胜晋级 在中午的时候三谷跟同景正式兵士前线的一起下期练习 整个气氛与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而在与案本的对局中 三谷只问对方是否发现了自己不是普通的一年机生 但案本面对着三谷的猛烈攻势 却反过来提醒他应该要沉着冷静地应对 此话一出让三谷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自己被小看了 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进攻 漫画在这里是用了四格的分镜跟十手棋的声音 去表达斩狂的激烈 与之相比动画则表现得有些太过温和且缓慢 而面对着从容不迫的案本 三谷也显得有些胆怯并开始颓了起来 这也是他内心不够强大的表现之一 虽然嘴巴上反问对方是不是想让自己动摇 不过实际上三谷的内心却早就已经满是不安于害怕了 在案本强大的实力面前 三谷最后也只能无奈地认输 并强忍着眼眶中的泪珠 不让他们轻易地流出来 经过了这次的大赛 可能是尝到了挫折后使三谷成长了 又或是找到了围棋社作为自己的归宿 三谷的心情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就会耐心地教导小明 也跟围棋社的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并决定暑假的时候要再次回到围棋会所那边 虽然漫画中并没有实际地划出来 但我想三谷已经想通了以前所犯下的过错 并且会好好地向老板道歉吧 现在的他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目标 就是在下次的比赛中跟奥光一起击败海王中学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过的是 奥光马上就要推出围棋社了 经历了一个暑假后 每天看着作为下棋的阿光已经变强了许多 先是在让子的情况下打败三谷 然后很快地连在分线的对局中也能获胜 傲娇的三谷并不肯坦率地承认阿光的实力 所以从来都没有在败给阿光后 好好地说出我认输了这几个字 但其实他打从心底为阿光的飞速竟不感到高兴 为了在下次的比赛中一雪千尺 三谷更是主动在班上把只学过一点点围棋的项目拉进围棋时 但在这个时候阿光竟然说自己要去考验生 虽然说阿光最开始的确是没想过要放弃围棋社 但面对着两者之间要如何做出取舍 童谨跟三谷在心中都隐约猜到了阿光会有怎么样的选择 在大家的瞩目下 阿光并没有亲口地说想要推出 而是委婉地说他只是想要达到他时亮 察觉到他的目光已经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三谷 这时候也激动地抓住他的衣领质问他 当初明明是你为了参加大赛把我拉进围棋社 现在却自己一走了之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肩拔弩张的关键时刻 我们帅气的佳赫英姿煞爽地跳了进来 缓和了紧张的局势 并大力支持阿光追寻自己的目标 表示要不要推出围棋社都是自己的自由 无法从道理上挽留对方的三谷 转为使用情绪勒索 表示阿光退出的话自己也要离开 但不成熟的他可能没有发现到 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悲弃了 才刚刚被他拉进来的项目 跟阿光并没有什么两样 准备转身离开的三谷在同情与阿光的哀求下 还是答应了跟阿光下最后一局 而在这个时候阿光竟然还说 如果考不上的话就会来跟大家一起参加大赛 妈的这到底是什么渣男发言啊 在这场最后的对局中 三谷拼尽了全力 依然还是赢不了同时下三盘棋的阿光 这个时候他才切身体会到 原来阿光已经跑到了自己追不上的远方 然后默默地说出了那句 他从来都没有对阿光说过的 围棋是需要两个人去下的 如果没有三谷的出现 阿光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步 所以在一旁听到三谷说出 我认输了 这句话的佐伟才会对他说了声谢谢 同时他也深感谦意地对三谷说了句对不起 只是因为阿光必须要继续朝着他舍亮的方向努力 现在的三谷已经不够实力再去当阿光的对手了 而三谷的这局认输也代表着 他不再执着于阿光的取留 放手让阿光到更广阔的前方去 纵使他最后已经想通了 但看着阿光的背影依然还是感到了晚半的落寞 所以傲娇的他还是不坦率地说 希望阿光考不上怨声 这也算是三谷可爱的一面吧 在阿光离开后 三谷也是闹别扭地真的推出了围棋社 为了躲避阿光 就连通警学长的毕业典礼也没有参加 围棋社的大家暂时都只能静静地盼望着三谷能早日回来 希望他只是一时还在气头上而已 而本来都准备要再次回到围棋社的三谷 却刚好碰见阿光回来探望大家 让三谷看到后什么话都没说就离开了 这个傲娇还早就准备好了笔记本放在梨花教室 骗小明说他只是回来拿东西 再加上他口袋里长期都放着围棋的棋子来看 就能知道他的心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围棋社 现在只是暂时拉不下脸来说要回去而已 所以直到他在梨花教室中看到了自己空白的对战记录本 感受到围棋社的各位一直都很重视自己 才又害羞地重新回到围棋社的大家庭 虽然表示自己不会参加大赛 但愿意跟大家一起下下棋就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 并且在之后阿光成为职业骑士时 三谷也是笑着跟他说要好好努力 这次的他并没有任何的卫装和防备 单纯的只是希望这位战友能继续加油 而三谷回到围棋社后 他命中注定的冤家金子也一起出现了 与爱闹别流又凹娇的三谷不同 金子的性格好爽又帅直 各种犀利的言辞把三谷气得不要不要的 还跟三谷说他明天不来下棋的话就算作不战而白 让口是心非的三谷有了顺理成章参加围棋社的借口 实在是太体贴了 而当阿光决定不再下棋之时 三谷也要他别再这么任性 并生气地表示这次的大赛自己也会参加 然后对着阿光说 你很羡慕吧 我们不会再让你加入了 混蛋 虽然已经放弃了的阿光并没有感到羡慕 但还是不禁回想起了当初在围棋社下棋的快乐时光 而金子为了让三谷能更好的练习 也跑去找阿光让他陪三谷下棋 还说这样的话自己就能跟其他人下了 既有为大家着想又能很好的顾倒了三谷的颜面 只能说这么大方得体的女生真的太难能可贵了 三谷你要好好的珍惜呀 而大赛的最终结果是他们仍然不敌海王中学 跟大部分人一样 青春总是充满遗憾的 即将要毕业的三谷也只能把这个目标托付给了小吃 好好地跟金子一起准备考试 但看到答题纸上这感人的正确率 也不禁让人担心起三谷他的未来呀 三谷这名角色的人气不算非常高 两次的投票中分别是第六和第七名 不过小田剑老师曾经表示他十分喜爱这名角色 所以在番外篇的飞夜上画出了他各种私服的模样 实在是太偏心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三谷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看到他跟金子之间的斗嘴 每次看到傲娇的三谷被金子反驳的无话可说时 都觉得他们这对CP真的太般配了 如果你对三谷跟金子还有其他的想法 又或是三谷还有些特质是我没有提到的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也请大家帮我按个订阅和喜欢 这些都会成为我创作的动力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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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